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刚刚有提到说圣经它是超越时代性的 但是你也提到就是说圣经里面它其实是 预表的功能它已经完成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像旧约我们会看到说像 明书记啊、律位记啊他们有很多的一些记载 那在新月的时候 我没有提到就是说因为耶稣已经来了 已经完成那些预表的工作了 所以变成说好像就是说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不再需要受那些旧约那些规条所限制了 那其实如果是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的话 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就觉得 它其实是有一个时代的变化 那为什么我们又觉得说 圣经它是不能够与时俱进呢 就觉得这个有点冲突 刚刚我讲过与时俱进没有标准 对不对 最大的问题在那里没有标准 第二个圣经不需要与时俱进 圣经需要用准确的态度去明白 神既然借着历史向人说话 那我们怎么看历史 怎么解读历史 怎么样正确按照神的心意去明白 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说旧约跟新约这些 有人读着说我们今天到了新约时代 你为什么还要读旧约呢 不需要了嘛 已经旧约都完成了 你不明白圣经既然是神所默示 而且是六十六卷 它一定有它的意义 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已经看出 很多人不读旧约 你对神的认知是偏差的 很多人觉得神就好像 圣诞老公公在天上也只管赐福 哎呀弟兄这是属乎他的 这些人愿意信主了 他觉得好有面子 赶快把福气都寄服给你们 一天到晚我们在家里面想财富大转移 基督徒做了你们都不必做事 别人就把钱送过来了 不是啊 你读旧约 你明白神跟以色列这个民族 是怎么互动的 这个民族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 出埃及 是不是 进迦南 是不是神的恩典 是 可是为什么旧约写完的时候 以色列这个民族 却从应许之地迦南美地被赶出去呢 北国亡于亚述 南国亡于巴比瑞 他们又回到他们当初 老祖宗亚伯拉罕出来的那个 那个吴尔那个地方 又回到那边去 为什么 圣经到底在说什么 圣经在告诉我们 恩典是白白的 可是你在恩典之中 怎么回应神 你不是用做什么事情跟神换 没有 恩典是白白 但是你在神的恩典之中 就不能够随便了 就不能够随便了 神已经颁布了律法了 也设立了会幕了 后来又告诉你们盖圣殿了 神有差遣祂的祭司 有差遣先在你们中间互动 你们有没有听这些话 我们读 旧约大小先知书十七卷书 你都看见 这些先知书 不是整天只是告诉你 将来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先知书都告诉以色列人说 快快在应许之地 在蒙福白白恩之地 活出正确的生活态度来嘛 那我们读 先知书你就看见 以色列人活成什么样子 跟那些不认识神的人 一样 一样拜偶像 一样把他们的儿女杀了 惊火给偶像 一样在他们的社会上面 强龄弱腹灵瓶 一样把所有的与神 旧约所定的这些 预表的这些功能 全部仪式化 对不对 你读这些书信里面 你可以看见 神怎么样指责他们 他们也一样献祭 但是拿瞎眼瘸腿的 没有一个敬虔的心 他们一样守这个 禁食的日子 可是一边禁食 一边欺压同样的老百姓 他们一样 在这个神多方面的 这个启示跟警告之下的时候 他们就转向 这些不尊神伟大的 这些行为 你可以看见 那么你觉得神会怎么样 对这些人呢 今天我们在新约神里 如果不读旧约圣经 神这么爱我们 神做这么好的地方 那我们在恩典里 爱怎么做怎么做 是吗 你这个人的见解放在前面 哥林多前书 讲得很清楚 记载这些事情 成为我们默示这些人的 一个见解嘛 神是不是慈爱的 是啊 有人说旧约的神就是一个凶暴的神 不是啊 你没有好好读圣经啊 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不是白白的恩典 以色列人进迦南 是不是恩典 是不是同样的这位神 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里面 四世纪的时代的时候 背离转开 神是不是满有怜悯的恩典 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回头 是啊 以色列人有几百年的时间 在他们生活上面 不顺 不按着神的心意之后 神有没有宽容 有哦 所以你可以看见 旧约的神仍然是慈悲怜悯的那位 出埃及记里面 耶和华神自己的宣告是什么 说耶和华神是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墓的那位神 只是下面讲到 祂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你要对神要认知嘛 所以对于圣经 你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我常常讲 圣经本身来讲 它不是与时俱进的产物 它是一个告诉人 应该怎么样 认识神 认识自己 认识神人互动的一个模式 很重要 我常常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我说什么叫迷信 迷信就是什么 我们自己造一个神 然后我们来创造神人互动的方式 所以我们把一个人当作神来拜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积功德基因德 你这个人生命也不必改变 反正你积功德基因德 你就可以上西天了 我们自己定 民间信仰里面拜关公 你看得出来 强盗跟警察都拜关公 关公只要有人送他东西就好了吗 怎么会两个完全对立的 去能够拜同一个神 而生命不需要被改变 这是不对的嘛 这叫明信嘛 就是你自己创造个神 你自己制定神人互动的模式 今天在教会里面 有另外一个危机的时候叫做盲信 什么叫盲信 我们认知有一位真神 可是仍然是我们来定 神跟人互动的方式 不按照圣经来 所以你多给神 神就多给你 你在这个神的恩典里面 上帝爱你一切 所以保你平安 保你顺利 保你发财 我们自己定 这跟圣经讲的不一样 然后一群人就跟着 哇这个神真好 你只要信祂 什么都给你 你试试看嘛 这叫做盲信 圣经告诉我们是 你要坚定你对神的信心 真有一位神 神人之间互动的模式 是由神来定 不是由人来定 那么神要的是什么呢 神要我们在基督里 做行造的人 神要我们脱下 我们救人穿上新人 神告诉我们 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那个行为不是叫你修桥补入 是活出新生的样式 这是圣经所定的 你照着这个去做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从今生到永恒 上帝有祂的带领 你按着神的愿意去做 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 看得很清楚 那你要按着这个方式去做 而不是由我来定说 神告诉你做什么 我最后听到有的时候 有些基督徒讲一些话 我觉得实在是大不尽 而且是很荒谬的一个状况 如果神不这样做 我就不要这样的神 你还在照神 你还认为那个神 是必须follow我们的方式去做的 这不对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看 圣经不是与时俱进 神借着历史上面的 存在的一个民族 跟祂互动的模式 向我们启示永恒的真理 那这个模式里面 其中有一部分 有一些在耶稣基督降世 神来做人之前 包括这个民族 祂也要明白啊 靠着牛羊的血 可以洁净吗 不行啊 但是牛羊的血 至少告诉祂一件事情 罪不是说我犯了就算了 你要流血付代价了 那你的血 我的血 还是牛羊的血 可以洁净吗 没有只有神来做人以为 所以旧约的一些仪式 帮助人去重视一些问题 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 你知道在这点上出了问题 我们越来越觉得一些 从神的角度来看 为是罪的事情 不要那么认真嘛 我们把标准一直往下降嘛 降到之后 我们觉得活得很平安嘛 哥罗西书讲说 你要的是基督的平安 不是你自己的平安 我们越来越觉得说 犯罪有什么了不起 甚至于有些人觉得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 宝血够用了 犯罪认罪嘛 认罪完再犯罪嘛 是这样子的嘛 有些人在教会里面 参与非常多的服事 可是整个的生活 是罪的生活 你以为这样子的服事神要嘛 这样的服事跟马拉基书里面讲说 你们线上那个瘸腿的虾眼的 有什么不一样 你就是带着 你觉得神会悦纳这样子的服事嘛 就是因为我歌唱得很好听 就是因为我很有讲道的恩赐 我完全不顾我的生活的 一个表现 生命里面的更新 我就可以来服事神 这样子的服事 跟马拉基书里面所讲的 虾眼瘸腿的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 你所接受的带领跟帮助 跟教导是什么 只要给神一点 上帝就给你一点嘛 你只要给神十分之一 上帝就要打开天上的窗户 祈福于你嘛 这种教导不是圣经的教导 所以你如果准确的去明白 圣经神到底怎么样 跟我们讲的话 从旧约到新约 其实祂的真理是一致的 而且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